在北京时间的10月16日晚上,女排式锦赛在日本的著名城市民谷屋,结束了最后四强的争夺,中国女排以小组投名晋级四强,其他三支球队分别是美国队,荷兰队和伞维利亚队。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,中国女排将会在半决赛对战意大利女排,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0月19日下午3点过10分,敬请期待,中国女排在此次的日本赤锦赛上各位表现的是非常强势,不只怕任何一个对手,不过他们依然有一个毛病,那就是慢热。 不过中国依旧打进了四强,次次市锦赛的冠军,将会是他们最后的追求。 在本次的市锦赛中,王平也直言中国女排不会放水任何一个球队,也不会去挑选任何一个对手。 中国女排的目标,就是要赢下每一场胜利。 在本次的日本市锦赛上,中国女排曾在小组赛以一比三不敌意大利女排。 这也是中国女排输掉的第一场比赛,郎平直言意大利女排的进攻非常有特点,他们需要认真地分析。 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将会是一个严谨的考验,在中国女排和荷兰的对战中,中国女排的各个队员们都全面爆发。 朱婷、张长宁和袁新月三人同时爆发,李莹莹的状态也回来了,但是除了他们几个之外,我们还需要看到了的是另外一个女排新星杨海绿,获得了上场机会。 虽然也只是一个短暂的上场发球,这或许也是她之后比赛的一个机会,因为在瑞士女排精英赛上,她,25扣14中,在一场比赛中拯救了球队。 她也是在世锦赛前成功面席,得到能参加世锦赛的资格。 对意大利女排,她或许也是狼瓶手中的一个底牌,获得上场时间也是极大可能的,明天就将会是世锦赛办决赛了。 我们希望中国女排,能够像冠军发起冲击。